注意看 这个特别的送葬队伍正缓缓前进 因为他们准备送葬的不是亲人 而是侵略东三省小鬼子 为首的长官名叫马战山 时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兼东北步兵第三旅旅长 他刚刚收到线报 称小鬼子送往黑龙江的物资有问题 小鬼子谎称是农业机器 实际是军备物资 所以马战山命令队伍伪装承送葬队 前来拦截物资 可话音刚落 口出谎言的人就领了盒饭 马战山人狠话不多 带着小弟一阵突出 眨眼的功夫 就全见了小鬼子 然后让喂狗子去查探物资 咱们的消息是准的 果然是一车军火一车粮食 狗日的日本 我就知道 他们没别老屁 还农业机器 是军火 马战山对小鬼子恨得牙痒痒 这回结了他们的物资 他可要拉回去好好造福下老百姓 可就在返城的途中 意外却发生了 领头的士兵被半马所绊倒 几个莽大汉手握斧头 从天而降 原来是遇到了山贼 可马战山本身就是陆林出身 一脸淡定的把山贼的滑绳全部打断 刚刚还要武扬威的山贼 一下子摔得哀嚎连连 可下一秒 大量的山贼就从树林里窜了出来 然后大当家许三想这才骑着战马 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嘴上说着佩服马战山 可许三想还盘算着打劫的买卖 因为他们一旦出手 自然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便让马战山把东西留下 可马战山只是黑黑一笑 他知道许三想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于是命令下属把枪都收了起来 然后骑马上前 准备和许三想一决高下 许三想先发制人 轮得战斧朝着马战山猛冲过去 可马战山却一脸淡定准备伺机而动 很快许三想的斧子就劈头盖脸的挥了过来 只见马战山一个漂亮的后仰 就轻松躲过了攻击 然后立马拔出军刀进行泄动 可不到两个回合 许三想就被一脚踢翻在地 好在马战山没有选择为难许三想 而许三想也很有自知之谜 向马战山抱拳坐一后 带着小喽喽们信心离去 因为东北军当孙子怂了起来 所以小鬼子不费吹灰之力 就侵占了辽宁和吉林两省 黑龙江省更是岌岌可危 可马战山的下属可不是孬肿 他们喝了九哥哥群情激愤 十分痛恨小鬼子烧杀抢掠的暴行 为首的孙大将鹤迷火了 当下决定带大家砸了日本人的商铺 他们冲进店铺就是一通乱砸 老马得知消息后连忙打来 对着孙大将劈头盖脸一顿臭马 接着就下了屋内所有人的武器 还不等孙大将解释 老马还时一周却发现了钻尼 他的目光锁定在柜子后面的暗躺 地堂的黑幕更是紧张地不敢出声 可老马也知道不能胡乱搜查 只能借助身边愤怒的孙大将 于是上前又添了一把火 老马一边说着 一边疯狂给孙大将使眼色 孙大将瞬间明白了老马的意思 于是就上演了一出院打院癌的好戏 孙大将抓起东西猛的 而老马不断往他身上抽着鞭 一步步朝着密室逼近 然后老马看准机会 猛的一脚把孙大将踢进了密室里 又一我啊 此时的黑幕已经完全慌了神 老马下令进行搜查 居然发现了军用电台 而小鬼子死到临头 还谎称这电台只用作上演 可老马才没功夫和他闲扯 直接下令把他抓了起来 虽然孙大将配合老马发现了鬼子的电台 这回立了功 但是他带头喝酒闹事已经违反了军令 于是第二天 马战山把闹事的手下全部带到了东教场 吃法队 就这样孙大将等人吃了顿笋子炒肉 可打到四十鞭子的时候 却被老马吊停 接着把孙大将叫了出来 孙大将本身也是土匪炮头出身 绰号孙老虎 枪法那叫一个精准 虽然是把好手 但老马可不能怪着他这身斐气 可是喝了几碗猫尿 你就没德行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是山代王 我这是正牌军队 岂能容你灵火执掌地 抢夺老百姓的财物 而孙大将也自知是自己一时冲动 才连累了兄弟们 更是冤枉了马战山打他的用力 满心惭愧的他转身掏出战友的枪 准备自己 却被老马一脚踢飞 老马让他们多杀鬼子将功折罪 即便是孙大将这样的暴鱼脾气 也对老马佩服得无体投递 当此多若微软之际 咱不抗枪 谁抗枪 咱不留血 谁留血 吃爷们 又要保家卫国 老马抓到了小鬼子黑幕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女特务的耳中 他威逼力又收买了老马的手下张标 两人不仅合伙救出了小鬼子 还打伤了老马手下的士兵 老马得知后期的火冒三丈 立马派兵连夜捉拿张标 就这样快马加鞭追了一夜 终于追上了张标将其拦下 可没想到黑幕已经走远 老马二话不说就让张标领了盒饭 可没想到这张标还大有来头 他居然是靠山王的结拜选 为了给兄弟报仇 靠山王找到许三想 他诬陷老马投靠了日本人 许三想虽然一脸惊讶 可到头来还是相信了靠山王的谷话 于是帮助靠山王劫持了老马的母亲 还放走了老马的儿子 让他回去通风报信 要求老马带着一箱黄金钱去赎人 否则后果自负 马战山素来孝顺 这下可是在太岁头上动脱 他的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很快老马就率兵赶到了山寨门口 而靠山帮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可老马没想到的是 驻守在山寨门口的竟是许三想 因为老马上次饶过他一命 所以许三想也没有立刻动手 反而以礼相待 话音刚落老马就带兵上山了 靠山王万万没想到 老马仅仅三言两语 又成功挑起了许三想对他的怀疑 此时的他还一脸胜券在握的样子 等着好消息 但他生性多疑 虽然他手下有一百多号兄弟 而马战山只带了二十几个士兵 但他担心后面还会有重兵支援 于是派了一个小队前去山口放上 可他哪里知道老马打了什么算盘 老马此时已经兵分两路 自己带一队人马进入山寨营救母亲 另一队潜入山林埋伏 并留下孙大将拦住了许三想的去路 孙大将讲清了张彪被杀的具体情况 许三想一下子懵了 现在也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 只好命令手下不要轻举妄动 而此时老马带人走进了山寨 靠山王出来迎接 假惺惺的客套着 实际上是想点马战山一个下马威 可尽管靠山帮人多适中 老马也完全不再怕了 因为他早就安排喂狗子等人潜伏进山寨后面的树林 此时的靠山帮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而靠山王也没选择立刻动手 因为他还想趁机捞上一笔 加上他作为一寨之主 表面功夫还是要装一装的 于是他一脸音笑着将老马等人淋入山门 还别说靠山王虽然是个土匪 可李树却是很周全 连连向老马敬祖 老马也是个爽快人 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今天来一是拜山 二是相信诸位兄弟 因为他知道很多土匪都是被迫走上这条路的 而他的一番爱国言论也成功说服了一位首领 当下就表示全力支持马战山 这下靠山王可急眼了 还没开始动手呢 自家兄弟就开始倒戈了 连忙说对付小鬼子还得从长计议 紧接着向旁边的小弟使了个眼色 只见小喽喽走出来说道 而为了表达对老马的敬礼 小喽喽从腰间掏出一把刀 用刀尖插起一块肉 老马究竟有多强 直接把叉子肉咬进了嘴里 仅凭牙齿的寸劲就直接振飞一个莽大汉 当众人还没回过神的时候 他又甩出短刀斩断了头顶的吊子 双喜立马上前接住 还得靠山王点上一根滑子 可靠山王已经被吓得浑身哆嗦 他强装镇定点燃了滑子 可还是被呛了一口 眼看靠山王这般怂压 老马反客为主 端起一碗迷糊水向外走去 靠山王万万没想到 老马竟然当着自己面收买自己的手下 这帮土匪奶见过这么多钱了 个个都激动得不得了 眼看这又是敬酒又是打场的 自己的弟兄马上就要反水了 靠山王瞬间不淡定了 立马准备动手 可一旁的二当家却觉得老马才是真英雄 不停劝阻靠山王 谁料靠山王早就掉进了小鬼子的密店里 你给我闭嘴 日本人已经给我们许香了 大哥 怎么了 你又带弟兄的 到他肩膀 可话音未落 二当家就被小喽啰一掌打晕了过去 而此时老马也向屋外的人进完了酒 眼看喂狗子等人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他立马回到寨内和靠山王摊牌 可靠山王居然不使好歹 直接搬出兄弟张彪的领位 要马站山给他的交代 要是不画出个道道来 谁也别想出这个山门 下一秒所有人都剑拔弩张紧张了起来 可老马只是淡定的喝了口迷糊水 然后起身说道 话音未落 老马一枪子封掉了张彪的领位 把靠山王的手下直接抱头 靠山王这下可吓傻了 院外的土匪听到洞井刚准备动手 却被早已埋伏好的喂狗子等人一击倒 老马的手下大显神威 三下五除二就把这群土匪给收拾 靠山王彻底送完 别开枪 都别开枪 眼看靠山王大势已去 也轻而听到靠山王勾结小鬼人的事实 许三祥也及时倒戈 夏令让手下收起了枪 靠山王并没有选择束手就擒 被逼上绝路的他洋装火急 结果挟持马站山的母亲来到了悬崖边 以此来逼迫老马放他一条生路 可马母一身傲骨 为了不让靠山王有活命的机会 他一把推开劫持他的小楼罗 紧接着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悬崖 老马悲愤交加 直接一阵突突 击毙了靠山王 可国仇未报 现在又新添了家愤 老马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跪在母亲的牌位面前立下誓言 靠山王勾结日本人杀我样 日本人因为有不顾待天之仇 娘 我一定替你报仇 可老马万万没想到 很快他们的阵营就有人反水了 张大麻子张海鹏时任桃辽镇首使兼东北骑兵 三十二世市长自打小鬼子占领吉辽二省后 张大麻子对小鬼子的态度就十分暧昧 私下更是来往密切 导致小鬼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陶南 黑龙江省更是岌岌可危 为了达到让中国人窝里斗的目的 小鬼子还派出特使贿赂张大麻子 得知这一消息后 黑龙江省军事参谋长谢克利马找到老马打商量 陶南是黑龙江省的咽喉要道 不管张大麻子有没有勾结小鬼子 一旦陶南被攻陷 在想要阻止日军北上 就务必要守住嫩江桥 守住嫩江桥 日本人就不会轻而易举 到七七哈尔 谢可当晚就回到七七哈尔召开了高层会议 提议让老马担任黑龙江省的主席 却立马遭到了反对 有的人觉得老马就是个胡子 根本没资格当主席 可谢可却猜测 他们的少帅表面上服从老脚的命运 不合小鬼子蛋 可心里却发布的干假 而当下也只有老马才敢做出违抗军令的事来 他是个粗人 管你民国政府什么七大无八大 小鬼子他敢擦枪 他就敢走火 所以说马战山这张牌啊 少帅肯定会 现如今飞龙江省这个猪不吃狗不肯的烂摊 也只有老马来收舍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高层们最终还是让谢参谋长来定 好 就这么定了 给北平少帅出发电报 黑省军政 若想拒日寇宝山河 黑水三地 为马战山一人 再加上一 千军南党马战山 为了抵御小鬼子的入侵 老马被任命为飞龙江省的主席 张大麻子迅速得知了这一消息 丽玉熏悉的他顿时不满 你少出来 我比他厉害快 是 你怎么回电 我这狗大爬力电呢 于是立即准备召开团级以上的军官会议 他手下的三十二是足足有两万多人 所以他心里很吃不服 而老马也深知这个官职是个烫手山芋 上级都不让他们打鬼了 可小鬼子对黑龙省已经虎视眈眈 现如今自己当上了主席 说什么也不能让黑龙江丢在自己手里 这是少帅和血科的遗迹给我下的头 让我去当这个盛主席 旅长 市套你还真钻呢 那 那你不成傻袍子吗 不是 你骂谁是傻袍子 面对下属的疑惑 老马解释道 现在全省打小鬼子 全凭他一人说了算 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 心里跟猫抓似的 于是他决定接受任命 而为了安抚张大马子的情绪 张学良特令他为猛编督办 负责经营猛编农商以及屯兵事宜 这虽然是个省一级的官职 可完全没有军事实权 张大马子气得火冒三丈 张大马子一不做二不休 决定和东北军翻脸 因为小鬼子那边 不仅给他提供粮食 还送了他几伙车批的军 机关枪 排击炮更是一应俱全 可张大马子的如意算盘打得好 现在还不到反水的时机 所以他对小鬼子的态度十分暧昧 既不答应也不拒绝 可他实在看不下去老马踩在他的头上 竟直接让小鬼子进了陶南 老马得知后再也坐不住 决定让张大马子好生吃点苦 好难这个地方 有一颗张海鸿的军马场 我愿意带人拔他 好 你带一个骑兵牌 我现在三天之内 拔了他的军马场 是 孙大将 代理孙 将张大马子的军马场 派走的军马场 张大马子得知后期的言毕跳脚 可他的干儿子却不争气地说道 爹 马真真真的挺厉害 咱们看 我 他可不能当日本人的炮灰啊 我给你滚 张大马子气的火冒三丈 可好戏还在后头 老马的部下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三个鬼鬼祟祟的人 他们谎称来自日本农业协会 特来进行土壤调查 而眼看是中国军队 立马上前准备贿赂 好在为首的渡海山足够谨慎 让他们掏出证件 经过一番观察 竟觉得他们倒像是军人 于是出手试探 对方十分可疑 加上他们也没有进入黑盒的正式文件 于是准备下令带过他们 杜海山完全压制了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随后将他们带了回去 没想到居然从他们的身上 搜到了黑盒的军事布防图 老马顿时觉得可疑 于是对这三人进行逼问 竟得知他们居然是小鬼子派来的间谍 专门负责搜集情报 这下可解决了一个大患 可老马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在如何处理这三人的问题上犯了哪 如果放虎归山 那黑盒的军事防务就全让小鬼子知道了 可要是不放 小鬼子一旦得到消息 就会动用外交手段上门要人 老马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杀人灭头 就让杜海山秘密解决了这三个间谍 可很快鬼子的特务机关长 就发现自己的情报网遭到了破坏 黑盒的反日情绪更是高涨 这都出自老马的手柄 小鬼子认为他是个眼中钉 于是命令黑木要尽快铲除马战山 很快一场针对老马的刺杀行动就开始了 而老马也自知这次前往七七哈尔市的威胁 为了保障家人的安全 特意留了个心眼 明天我就要去七七哈尔夫人了 明天咱们就做一个两段吧 愿意走的就把钱拿上 老爷在哪我们在哪 我们跟老爷一起走 对 你以为我们不敢喝吗 本以为几个姨态会知难而退 却没想到他们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都要誓死追随老马 他的儿子马回甚至提出要和父亲一起抗日 可老马还想保住马家的乡 一再反对儿子参军 东北现在所有的老爷们都在抗日 你让我躲起来 男儿何不带我 生死当无孙众萌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 儿子挺老子的 天经第一 那你当初要听我言话那么惊天吗 你给我滚毒吧 可马魁也是一个匠驴脾气 老马无奈之下 只好让手下强行送马魁回天津避难 可更糟心的事来了 为了阻止老马去骑骑哈尔 姨态们谎称怀有身孕的四姨态肚子疼 却没想到精益与成衬 四姨态的羊水突然破了 老马急忙抱上他准备去医院 可危险正在悄悄逼近 一群杀手已经埋伏在前往医院的逼近之路 老马瞬间就被一群杀手死死为主 眼看车内没有动静 杀手们纷纷上前查看 说是池内事快 老马和双喜立马掏出手枪进行反击 可毕竟敌众我寡 老马也只能躲在车内伺机而动 而四姨态的情况也变得更糟 目前已经危在旦夕 虽然疼痛难忍 可四姨态看见老马陷入危险之时 还是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 为老马挡下了黑枪 老马瞬间抱走 直接将杀手一枪抱头 就在这危机关头 好在老马的手下及时赶到 杀手们这才收手撤退 可四姨态却受了致命伤当场去世 这下一失两面 老马悲愤到了极点 是要手刃小鬼的报仇 而土肥援军的刺杀行动也宣告失败 还招来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凡的痛快 可土肥援军所属的日军特别行动 并不归关东军管辖 所以土肥援决定继续执行刺杀行动 老马悲痛万分 可当务之急是赶去齐齐哈尔夫人 而老马刚登上船 就碰到了埋伏的日本杀手 可老马是谁啊 仅仅一个照面就起了疑心 尽管女杀手拼命掩饰 但还是露出了破绽 恰巧黑幕的女儿也在这条船上 一下子就用日语叫出了盒子的女儿 正好被还没走远的老马听到 为了安全起见 老马让手下吃完饭赶快回来 可就在这时 杀手和子却乔装成服务员走了进来 正当他准备动手之时 却被老马拾破一脚踢飞手枪 为狗子等人一下子惊得战起 他们正准备回去帮老马 却被周围乔装打扮的小鬼子围住 好在许三想鬼点得多 他故意惹孙大江生气 以此混淆小鬼子的试听 孙大江心领神会 两人联手上演了一出好戏 趁机反杀了小鬼子 而另一名 双喜和杜海山同时出手对抗盒子 没想到这盒子还有些功夫在身上 一敌二还不落下风 甚至还有空向老马制出飞刀 好在有惊无险 而双喜和杜海山也凭借默契将盒子击退 老马深知穷扣墨锥的道理 担心这是鬼子的右翼间计 就没让手下继续追击 可就在这时 谢参谋长发来电报 称张海鹏向嫩江桥展开了进攻 为电 令徐进北部 停止抵抗 右敌深入这雷区 务必兼敌于这前 飞龙江省的部队 严格按照老马的命令进行部署 成功将敌人引诱至雷区 小伙伴们 他们已经顶不住了 谁另一个给我冲到战地上去 我赏大牙五十块 好 很快徐景龙就为自己逃亡 不及的带死 他的军团被炸的死亡 可他并没有立刻撤军 因为他早已立下军令状 只好逼着小兵们继续前进 但下一秒 他也跟着领一盒饭 张海鹏的耸儿子瞬间吓破了胆 老马这边也紧跟着接到了第二份起点 而另一边 张大麻子得知自己的计划失败后 气得火冒三丈 张大麻子朝干儿子一顿嘴炮 因为他还想靠着这次胜利 向小鬼的妖宫 却没想到自己吃了大亏 甚至折损了一员大将 这只会让他在日本人面前更抬不起头 没过一会儿 小鬼子就找上门来兴师问罪 张大麻子一脸惨眉 找遍了各种理由来推脱责任 可小鬼子才不管这么多 多门三郎直接转述了本庄凡的命令 从现在开始 我为将交前线的总之为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重整你的部队 做好军事行动前的准备 我大日本帝国 将与你们一同作战 可没想到张大麻子这么没骨气 非但没有生气 还不忘拍拍小鬼子的马屁 与此同时 老马提前下船后 喂狗子等人先行探路 细心的海山 却发现了端倪 他通过沿途的动物踪迹 猜测前方有人埋伏 可老马却毫不在乎 好在被喂狗子及时拦了下来 为了保证老马的安全 喂狗子和他换了衣服 并让老马先行 这招果然好用 为了不打草惊蛇 敌人就这么放过了一桩的老马 喂狗子真有两下 猜得真准 真没有人拦着 喂主任跟着主席这么多年 那自怀感的也没什么方法 可老马还是放心不下后面的兄弟伙 急忙掉头回去支援 而此时 喂狗子正与敌人进行火车 双方打了不可开枪 局面瞬间陷入了僵局 好在老马及时赶到 捅了敌人的屁眼 就在这前后夹击之下 成功击退了敌人 紧接着老马等人来到三棵树火车站 赶上了前往七七哈尔的火车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日本杀手就像块狗皮高药 也跟着一块上了火车 只见一个男人眼神适应 他们便开始了行动 先是抢来一个孩子 再利用孩子打掩护 想要接近咱老马 可他却被士兵拦了下来 说着海山就把杀手拦了进来 老马也闻声开门赶来 可谁知刚一落通面的杀手 就迅速掏枪射击 好在渡海山反而迅速 老马这才安然无恙 双方随即在车厢内 而老马和那名抱着孩子的杀手 躲在了里面的车厢 杀手眼看时机成熟 准备从抢堡中掏枪射击 可这一幕刚好被老马通过镜子看到 他立马抬手一挥 顺利躲过着镜子一枪 然后立马出手反击 卸掉了杀手的枪 紧接着踢出一剂大力相挡脚 直接把杀手逼到死路 可心狠手辣的杀手 却利用孩子做人质 威胁老马等人不要轻举妄动 而其他的杀手们 也挟持了其他乘客作为人质 最后都趁机跳车逃跑 老马这次的上任之路 可以说是充满了他了 稍不注意就要领盒饭 马上就快到齐齐哈尔 可老马等人还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就在当晚 老马这笨蛋却在为怎么寄领带发愁 我这领带咋急呢 我这少帅交过我 哎呀这西装穿上了就是变 这哪有穿咱们得大成毛不 可入乡就要随俗 但老马为了安全起见 让威狗子换上自己的装扮走在前面 而车站外 警察处处长邹玉婷已经列队等候多时 就这样 威狗子对务认为老马被邹处长接走 而老马则洋装士兵混在队伍后面 这次车内的邹处长问西家主席 这一路是否顺利 可威狗子等回答却让他傻眼了 他不是马上山 啊 慌张 开你的车 邹处长这才得知自己接的是 第三旅参谋处长威国起 胆忙停车回头迎接 就在昨晚 老马和威狗子互换了衣裳 成功躲开了众人的耳目 最后老马上了谢科的车 那邹处长搞得这样心事动作 到头来却是白猫活一场 与此同时 因为张大麻子逼攻江桥失败 多门三郎竟直接枪毙了败账的委屈 张大麻子气得火猫三丈 立马要找小鬼子理论 哎呦 四里万万不可 说是不可的 我这杀了 大将 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怎么拿是杀的 听说这多门三郎在日本军中 是出了名的猛张飞忙领会 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 因为他是师团长 多门二郎的弟子 所以没人再惹他 张大麻子听了这番话 立马变回了锁包 见了小鬼子后 更是一副哈巴头的讨好样 即使多门三郎 把他说的一无是处 他也只能继续夹着尾巴 做小鬼子的走狗 第二天 老马在省政府举行救治典礼 正式出任飞龙江省 带主席间最高军事长官 还接见了赵中仁和邹玉婷 你就是赵中仁 听说你跟张海鹏关系不错 前些日子还去了逃难 哪儿的话 不会是有小人蛊惑吧 莫不是马主席一见面 就怀疑赵某同提吧 赵中仁心虚不以联邦解释 好在老马没有继续为难他 并直言现在国难当头 我马战山这些政务 要干的就一件事 领着黑龙江省的百姓和军队 跟日本人开战 举起每一阵随马主席共赴国难 随马主席共赴国难 老马健壮趁热打铁 展开了一场爱国演讲 赢得众人喝彩 可就在老马前往记者招待会的赌中 正好撞见两个日本人殴打老百姓 老马瞬间来气了 经过询问才得知 老百姓搬运东西时不小心打碎了骨董 小鬼子就对他们一顿暴躁 打碎你东西你就打人 凭什么打人呢 那行 他把你东西打碎了 我替他没 行吗 来 老马仗一出手帮佣人还清了债务 小鬼子接过钱扭头就想走 却被老马再次叫住 为了给小鬼子一些教训 老马直接让海山出手 刚才还一脸嚣张的小鬼子 不到一回合就被打趴下 帮老百姓狠狠出了口温气 并警告他们 我就是想告诉你 以后不能欺负中国人 再欺负中国人 我见你一次 我揍你一次 老马赴任黑龙江主席的第一天 大量学生涌上街头举行爱国游请 他们要求政府积极作为踊跃抗 并朝着省政府的方向走去 恰好与准备出城的万国兵 撞了个阵场 万国兵梁装护送工营 实际上是转移自己和赵中仁的私人财产 并趁此流之大吉 因此他要求学生们让路 可面对政府的不作为 学生们早就愤懑不平 所以他们并不打算让行 反而手拉着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横断的道路 万国兵一气之下 准备动用武力把学生给抓起来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这群饭头 吃人饭不干人事 拿着国家的俸禄 欺负老百姓 日本人就要打来了 你们不好好练兵 如果你们都是松包蛋 把脑袋塞裤装里 让我们爷们上 可万国兵这后脸皮竟没有一点亏朽 准备继续动用武力 就在这时 校长吴夺及时打了过来 他先是肯定了学生们抗日游行的壮举 再狠狠怒斥了万国兵临阵脱逃的无耻行为 眼看学生们有校长撑腰 万国兵也一不做二不休 对 关于是国家之本 或者武士 冲算他们 谁都不许走 万国兵万万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病 小伙砸碎了几堂高度白酒 接着一把火扔了下去 燃起的烈火瞬间挡住了去路 恼羞成怒的万国兵立马下令抓捕学生 瞬间学生们就和警察扭打在一起 与此同时 老马正在省政府召开记者会 前来汇报的警察颠倒黑白 说学生们聚重闹事甚至袭击警察 台下的赵中仁担心自己的财产无法安全转 连忙贴油加醋 抹黑学生们的壮举 想借老马之手严惩学生 可老马也不清楚真实情况 一时间进退两难 好在谢科主动站出来制止了这场暴乱 并以自己的人格担保 无论中央政府是什么态度 他作为一名军人一定会誓死抗日 学生们这才收手 但是他们聚重闹事也必须给个说法 因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所以老马将他们抓了起来 他们夺枪伤警 我杀不起 还我的令 把场设在西门外的大沙坎子 宣称戒严 用闹事者 格闪无论 刚才暂时摆平了学生的抗议游行 这会儿又遭到了小鬼子的刺杀 他怎么也想不到 小鬼子居然这么嚣张 自己在七七哈尔 在光天化日之下到街上寻访 都能被他们给冰上 虽然老马等人手无寸铁 可他们的功夫也不是吹的 个个都是一把好手 即便面对这群招招致命的杀手 他们也硬度得游刃勇逆 可杀手们早有准备 他们提前埋伏在周围的房子内 看准时机纷纷从屋内涌出 想给老马打得措手不及 不料这些虾兵蟹将 根本不是咱老马的对手 老马见招拆招 打起小鬼子来更是毫不手软 他的手下也是一点也不航 踩几个回合就把杀手们打得满地找牙 可就在这时 一个杀手从天而起 而这个蒙面杀手就是盒子 他使用武士刀朝老马发起猛攻 虽然他的刀法已经如火纯青 可在老马的面前他还不够格 老马稍作调整发起反击 很快就把盒子打得节节败退 可就在这时 阴险的杀手竟在背后放黑枪 好在老马及时预判躲过这致命一击 然后立马跳进了一旁的屋子 杀手们牵制住了老马的手下 而盒子和枪手健壮上前包夹老马 可就在他们准备出手时 老马却先发制人 直接打断了杀手的行动 无奈之下 盒子也只能下令撤退 就这样小鬼子的计划再次泡汤了 而这次行动又是土肥员的擅自行动 本庄凡极为不满 他的计划是拉马战山下水 以此不费吹灰之力拿下黑龙江城 因为只有这样 才不会刺激到也想奋一杯中的苏联 土肥员一再执行刺杀行动 而且都已失败告终 因此本庄凡直接下达了死命令 与此同时 参与闹事的学生被抓走后 校长吴夺十分担心 他连忙找到老马为学生们求情 可老马这才上任 对这件事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交给了谢科全权负责 吴夺这算是听明白了 气得转身就草马刚刚上任 就和赵中仁结下了梁子 老马直言不讳地接了他的牢礼 所以赵中仁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就想利用这次学生道士 将老马和谢科窝里动 他先是找到了 安插在老马身边的眼线红血毒 从他口中得知这些学生明天就会被刑刑 于是立马让万国兵赶回七七哈尔 并让他扮演力保学生的好人 接着再让手下找到吴夺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 自己带着他们为学生求情 如果老马放走了这些学生 就相当于打了谢科的脸 与此同时 老马已经来到了监狱 却遭到了闹事人员姚大成的调戏 那你是大人 明天我上刑场 老马没有搭理他这一场 让手下把闹事的学生们都带了上来 经过一番审讯了解到他们都是一群爱国青年 但他们鲁莽的行为却惹怒了一旁的谢科 可就在这时 赵中仁带着吴夺校长等人闯入监狱 此时赵中仁也在旁边添油加醋 为了显示他的诚意 他愿意花五万大洋赎回这群学生 你把黑龙江省政府当成什么了 土匪绑票的五万大洋 就想让政府施了规矩施了法统吗 眼看赵科动了气 万国兵连忙加把火 很紧放了这些学生 并表示愿意自套腰包救治那些受伤的警察 可谢科一向铁面无私 尤其是在国难当头这种特殊时期 必须要遵守秩序 因此学生们一定要受到军阀处置 赵中仁眼看时机成熟 直接把这个难题推给了老马 这几个学生是杀还是放 我们就听马主席的一句话了 眼下这个时候这么大的主意 发示你做不了主罢 赵中仁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挑拨离间 好在老马一眼看出了他的轨迹 当众表示支持谢科的做法 下令枪决学生 马战申 马战申 拿着马 我住口 有人想取我的任何 大哥 哪个网报告 多了个就是 你们不知道 是马战申 选手取我的 马战申是个什么鸟 管吞什么鸟 多了个就是 张大麻子还在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可老马却还在为学生闹事的事情发愁 却没想到 谢科竟然主动找上门 表示要为老马接风洗尘 老马知道谢科是为了学生的事而来 就一口答应下来 还选在了赵中仁开的餐馆 可到了餐桌上 老马却又装起了糊涂 问谢科找自己所合适 谢科本来拉不下面子开口 可是到如今还是说出了心里话 很快谢科就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虽然这些学生参与闹事违反了律法 但是究其原因 学生们还是为了抗日 如果真的按照纵火袭警的罪名把他们杀了 他自己心里故意不去 甚至会让老百姓含心 老马等的就是这句话 可他还是故意假装不松口 眼看主席主意已定 谢科感到十分无奈 可毕竟是自己下的命令 而老马心中早就有了计划 第二天一大早 齐齐哈尔居然混入了一批杀手 因为张大麻子被老马重金悬赏人头 所以坐立不安的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下令手下刺杀马战山 可不料这波操作简直是个神助攻 就在老马押送学生前往刑场的途中 杀手们开枪袭击老马 街上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跑在老马的手下流流不乱 迅速寻找埋伏的杀手 很快这些杀手就被一一击毙 这场骚乱也随之平定了下来 谢科眼看情况复杂 连忙劝说主席推迟行刑 可老马却一口咬死 行刑照就 委员长 到 多亏的张大麻子这一波操作 这下整个刑场都是老马的人了 就连邹玉婷都被卫队给拦下 而吴多校长正带着几个学生 准备前往刑场以死向兵 可他的心思早就被咱老马猜到 于是提前安排卫狗子等人拦截他们 现在一切安排妥了 看来学生们是在劫难逃了 可他们丝毫不怕死亡 更没有一人下跪求饶 因为他们坚决抗日问心无愧 所以即使面对枪口也临危不惧 在场的人都被他们这股 誓死如归的精神所触动 更是不忍心看到被刑刑的这一幕 大部分人都默默闭上了眼睛 随着执法队的一阵枪声 刑场内外的人都悲痛不已 可意外却发生了 被执行枪决的学生们丝毫没有受伤 学生们个个都愣在了原地 一旁的谢科也被老马这波操作给惊呆了 可很快他就反映过来老马的用力 这些人不能死 这些人要是死了 那真像万国兵说 我这后半辈子都睡不安生 演戏 别怪我昨天晚上没跟你打 我要先跟你说 我这戏眼里就不像 好吗你跟老马偷的 你真是把我摔了一套 而经过这一件事 老马和谢科的嫌隙也彻底化解 两人也成了同心抗战的生死兄弟 与此同时 学生们也纷纷回过神来 连忙向老马下跪感谢 可老马都把功劳让给了谢科 果然是好样的 没有一个尿裤 真是鹰心出少人了 学生们得到了主席的肯定 纷纷表示想要当兵 为抗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老马很是欣慰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然后主副卫队长等天黑之后 再把学生交由喂狗子带进城 而喂狗子这边 正在努力安抚吴校长的情绪 你误会马主席了 我不会 没成孩子 有句话咋说来着 叫眼见为实 耳屏为虚 吴校长 你自个儿看看 就在这时 学生们安然无恙地归来 吴校长那颗悬着的心 这才落了下来 他抱着学生们喜极而起 这场危机这彻底画上了据点 而另一边 得知杀手失败的消息 张大麻子气得火冒三丈 老马刚摆平学生闹事的风波 就收到了赵中仁的情帖 打着给老母亲过大寿的幌子 给老马送去了礼物 并邀请老马前去参加宴席 以后不管谁再送 都给我收下 留下重军 当军饷 主席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告诉赵中仁回去吧 可这前脚刚打发走赵中仁 小鬼子又屁颠屁颠地上门求见 老马这下来了脾气 我说这帮日本处上没事来干什么 这群小鬼子以前想见谁就见谁 拦都拦不住 这回老马可要好好学学规矩 让他们也尝尝被管制的滋味 第二天 日本领事清水和雨山少佐一起去车 拜见老马 可经过少卡时 却被卫兵拦了下来 还必须下车接受检查 鬼子哪受过这种待遇 打开 你屁颠八个 不接受检查 就给我滚回去 雨山少佐连忙从车上走了下来 怒气冲冲地质问士兵是谁下的命令 可卫兵根本不搭理他 这事你问不着我 我们只办一件事 检查你们的身份和证件 嗯 双方瞬间剑拔弩张 日本领事清水急忙下车阻止了双方的行为 因为他知道这是咱老马故意刁难他们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 清水也只能选择服从 就这样 小鬼子尝到了他们生平最大的耻辱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不断地下车出示证件 最后好不容易来到省政府 却得知马站山外出执行任务去了 这把雨山气的吹胡子瞪眼 可士兵也不惯着他们 等等就等 不懂滚蛋 面对这种屈辱 清水还是忍了下来 就在门口等着老马回来 可这一等就是深夜 老马自打出任黑龙江主席以来 这日子就没一天消停过 就在老马回府的路上 看见一个老婆婆跪在路中央 通过询问才得知 原来是邹玉婷和赵中仁狼狈为奸 在搜查民屋时 指使手下骚扰老百姓 为的就是激起民愤 让老马失去民心 所以一个警察在搜查时 直接强奸了一个良妇 后来这名妇女不堪受辱选择的自杀 老马这下期的火冒三丈 当众向老婆承诺 老马把当天执行任务的警察都带了回来 并扒开他们的衣服一一检查 因为凶手的身上有妇女反抗的抓痕 很快凶手就被揪了出来 起初这个混蛋还咬死不愿承认 最后老马用枪逼破 他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老马就这样把凶手就地正法 这不仅为死者讨回了公道 也让百姓重拾了对政府的信心 可说到底 这一切都怪小鬼子的入侵 所以日本领事来拜访老马时 老马自然没给他们好脸色看 让他们有屁块放 羽山随即呈上本装反鞋给老马的召回 可老马随一看了两眼后 就转身指着背后还我和山四个大字 问小鬼子认不认识 一向狡诈的小鬼子 这时却开始装傻了 连忙说自己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然后老马就把他们叫到了会议室 给两个日本客人拿板凳 话音刚落 小鬼子的表情又嚣张了起来 可下一秒他们看到简易的反动后 又立马拉下了脸 可在老马的面前 他们只能敢顾不敢言 就这样谈判正式开始 本装反要求中方立马修复嫩江大条铁路 老马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第一 逃亡铁路是中东路 不是南半铁路 你们日本人管不着这地 第二 汉军张海鹏 在逃南泰来一带 步了两万人 我妈妈 我都不防了 第三 江桥 也在中国的土地上 铁路 铺在黑龙江的地盘 我马战山不能听你 清水立马说 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 试图洗白自己的侵略行为 老马瞬间来气了 小鬼子来到老马这儿进行谈判 干的不是人事 嘴上更是鬼话连篇 还想洗白自己的侵略行为 可老马直接指出了他们的罪行 例如小鬼子利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 造成了柳条湖事件 后来甚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占领了东三省大片的土地 现在却信口雌黄说 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 老马气得化身嘴强王者 小嘴巴拉巴拉一阵输出 把小鬼子听得二连努力 可他们还是态度强硬地威胁咱老马 必须执行本庄凡提出的要求 这时老马却让鬼子站起来 小鬼子虽然不理解 但还是照做了 坐下 再站起来 来来来坐下 你看生气了 你看这没有 你也不愿意让人扒拉来扒拉去的 对不对 那干啥呀这是 我是你们本庄凡司令手里的族子 我让你扒拉来扒拉去的 我这么大岁数了 可小鬼子依旧不识好歹 轮番威胁老马执行要求 不然他们就会动用武力来解决 可咱老马是谁啊 这点场面都被吓住的话 那就太丢人了 老马镇山既然敢来当这个省主席 就要尽首途保家之责 如果你们日本人敢踏进江潮一步 我就和你们动枪动炮 龙克 你会后悔的 就这样这场谈判不欢而散 老马赶走小鬼子后 立马请来了谢科 眼下急需商讨出黑龙江省的防御事宜 老马决定住海拉尔和呼伦贝尔警备司令 苏炳文所部的第二步兵录 要迅速调到省城驻防 另外原星安屯肯军也需要扩边 还要把张电九的第一步兵录驻扎到昂西 并把郑良辰调到嫩江修筑公室 谢科也提出关键一点 因为嫩江沿线多是开阔地 有利于发挥骑兵的优势 所以在把驻扎在克山和败权的吴松明的第一骑兵录 下令开往江桥前线 而为了不伤及无辜的日本侨民 老马下令让双喜通知所有日本侨民到省政府礼堂开会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很多日本侨民根本不领老马的情 连定在九点的会议 甚至等到中午十二点 人都还没到齐 客官 还有什么会议 随后下属端上窝窝头和大葱 小鬼子们瞬间不乐意 嚷嚷着要吃饭 老马随即让下属给他们拿上相同的食物 可这群小鬼子不但不吃 甚至直接扔在了地上 老马叹了气的火猫三丈 要求他们把食物捡起来 还必须要吃完才能离开 这举动可惹怒了清水等人 他们也准备开展新的行动 于是他们决定让军队叙事待发 并在逃难和泰来这一带展开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 为了商讨出黑龙江省的防御事 老马召集正要能开展军事会议 日军已经押近黑龙江边境 而他们的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让张大麻子的伪军充当炮灰 一旦张大麻子得手 那小鬼子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而且日本领事馆已经发来了战书 所以老马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可没想到赵中仁眼里只有的利益 他认为只要能保证军政商民的安全 即使黑龙江省被占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他主张不开战 他这副汉奸的臭嘴脸直接惹入了在场的人 徐静北团长早就看不惯这赵中仁 直接掏枪威胁他 赵中仁吓得丢了魂 要不是宗玉婷及时出来获新营 他可能已经领合饭了 而对于小鬼子的这次行动 老马的态度十分坚决 只要日本人敢踏进龙江一步 我们就打断他的腿 一 从今日起 禀止离切民主准备 七七二 全城建议 二 所有学校放假二十天 让学生返回家中 以防战断逆迹击 疏散困难 三 城内妇孺百姓 有意离城者 可由民政厅组织向东荒 北兴镇一带说的 四 为防止张白鹏 呼吸黑声 向陶南方向警戒 派工兵一连驻守嫩江桥 五 启动 暂时紧急状态 推省拳击 捧一接受 省府命令 于了解 老马的一系列行动 让小鬼子彻底坐不住了 他们想给老马一个警告 于是立马派多门三郎整军出发 狗腿子张大麻子连忙找上门 想要和日军一起参加军事演习 可没想到却被多门三郎一口拒绝 还被嘲讽到自己的兵使 配做后勤夫妻 张大麻子虽然很不服气 但也只能咽下这口气 另一边 郑良辰郑带兵向嫩江方向前进 就在他下令休息的时候 却有三个小兵准备偷溜回家探望护民 等到晚上再偷偷溜回来 可没想到 他们正好碰到三个小鬼子在欺负老百姓 于是立马出手 注意看 这绝对是最牛逼的老百姓 加在三个小鬼子和三个军人之间 这强大的气场让所有的人都紧张到了极力 谁也不敢开第一枪 仿佛时间静止了一样 最后还是中国兵班长打手时 双方这才放下枪 随即展开近身搏斗 可狡猾的鬼子进步点五了 好在我军反应迅速 躲开了这致命的遗憾 可这枪声也被不远处的郑良辰听到 他立马带上一个班的兵力赶往声音出处 但画面一转 小鬼子已经被制服在地 此时班长也猜到营长已经听到了枪声 可如今也只能在原地待命 没一会儿郑良辰就赶到了现场 营长 抓了三个鬼子 而为了不暴露他们的行踪 郑良辰下令把鬼子带到树林里审讯 并在第一时间把情报致电给老马 接下来就对着三个擅自离队的小兵一顿鞭子伺候 他们的行为让郑良辰瞬间来气 直接掏枪对准了班长 听了这番话 郑良辰的气消了一大半 他念在士兵们只是想回家看望父母 加上他们都是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兵 所以就暂时放他们一马 与此同时 多门三郎正在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得知有三个士兵失踪后期的火冒三丈 因为他们正处在和老马犬崖交错的地带 自己手下失踪很可能会落下画笔 于是他立马派出侦察兵 包围刚才枪响的那片树林 而此时老马也收到了郑良辰的电报 他立马召开紧急会议 根据前方观察哨和郑良辰的电报 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这伙鬼子 就是原本驻扎在陶南一带的日军一部 目前看来已经抵达江桥前方的太来一线 可小鬼子并没有按照外交程序给出一个说法 枪到冰上脑笨子上的 真是个屁啊 小鬼子都送上门了 老马自然没有不出手的道理 令 郑良辰所顾 集中主力 直跑不达 吸引日军主力进入山谷 令 孙大将许三祥所顾 急行军 绕到敌人后方 占领制高点 令 江桥地区的两个团 火速增援 正良成功 不得放走一个鬼子 小鬼子满山遍野的在赵三门 都给我听好了 就是想放屁 也要给我憋着 照我的命令 谁敢要往第一枪 军阀重置 与此同时 孙大将和许三祥也在原地待命 两人闲得没事干 居然挽起了摔跤 小天 跟我摔跤那是鸡蛋碰石 都知道不 老婆 老子让你一双手 试试 什么废话 我还换壳抓出来 我算藏了鞋子啊 话音刚落 孙大将就发起了攻击 想用擎拿手迅速解决许三祥 可没想到许三祥这土匪出身 伸手却是灵活得很 接着绕到孙大将的身后 虽然孙大将朝朝见狠 但是依旧不能挣脱 然后一个跟斗翻到孙大将身上 这下抓住了对方的破绽 一记夺命剪刀腿 死死锁住了孙大将 孙大将大力出奇迹 猛地把许三祥甩甩出去 可因为被锁住了脖子 所以自己也被甩出去好几米 孙大将这火爆脾气瞬间上来了 准备再找回厂子 可就在此时 手下突然送来老马的紧急电报 许三祥和孙大将瞬间笑开了花 因为他们早就憋了一口恶气 现在终于有地方发现了 于是他们立马集结部队 向小鬼子挺进 而小鬼子也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付出了代言 因为他们步步深入 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我军阀包围 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 多门三郎还不肯认命 准备强行突围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却被我军耍得团团转 即使我军出现在他们跟前 小鬼子都不敢开枪 因为本庄凡有令 不能轻易挑起事端 所以许三祥十分嚣张地挑衅小鬼子 多门三郎哪里受过这种屈辱 气得火冒三丈 立马下令日军追上去 许三祥就这样带着他们满山里乱跑 一直跑到小鬼子停放车子的里 可此时 车上早就被贴上了横幅 多门三郎 爷爷给你改个名 你叫多门三狗吧 马主席有令 然后你们一条狗命 过年站哪上 让你领教领教 顾帮你三爷的厉害 多门三狗被气得牙痒痒 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许三祥一六眼跑痒 与此同时 本庄凡也坐不住 立马派来清水前来向老马解释 说这次只是一次普通的演习 我说这啥地方 这不中国地方 谁让你们跑这来演习了 因为害怕落下把柄 本庄凡联盟派领事清水前来谈判 一再声称这只是一次常规的军事演习 希望老马停止战斗 和平解决这次外交危机 清水眼看马战山不肯撤军 于是用他们的军备力量开始威胁 小鬼子的关东军一个整尸团 在铁路机动中 一个航空连队已经在机场带领 辽吉良省的关东军 更是源源不断的枕装待发 可咱老马哪有这么容易被吓到 不然他也不会来当这个省主席 而一旁的谢科却是很担心 因为东北军现在的军事部署的确不能和小鬼子应听 老马和谢科眼神交流后 缓缓转过身来 清水听了后陷入了思考 他也被老马这股架势给吼过 认为开战的时机还不成熟 所以他也只好代表日本政府 向老马道歉 老马也舒坦了 于是下令放走那抓来的三个小鬼子 可郑良臣收到电报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放走他们 而是让他们为自己的侵略行为道歉 可嚣张的小鬼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郑良臣立马下令对他们执行枪决 小鬼子瞬间就锁了 连忙表示歉意 然后郑良臣言语羞辱了他们一番 就这样 这三个小鬼子一路裸奔到张大麻子的部队 偷偷钻了进来偷衣服 却被士兵抓住现行 张大麻子的儿子认为他们是老马派来的间谍 连扇几个耳光狠狠羞辱了他们 甚至还开枪打伤了一个伙伴 多门三郎听到动静连忙赶了过来 这才发现这三人就是被抓走的三个生下 然后询问是谁打伤了他们 张大麻子的儿子立马推出小弟出来背黑锅 多门三郎直接一枪握了他 还想一波带走张海鹏的儿子 好在张大麻子及时打开 连忙摆出那副讨好的汉天象 多门三郎这才收了手 知道我是谁吗 爱谁谁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逼了你 行不行 你也就这点吊手 有能跟日本人干着 你就从正面来 赵卓脑壳就一枪 是你养的 话音刚落 老马就掏出家伙 顶在了孙大海的脑袋上 可正如孙大海所说 他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而老马也不想枪逼这个硬汉 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下对方的胆量 那为什么孙大海会落到老马的手里呢 原来自从张大麻子投靠小鬼子后 不仅每天受着小鬼子的气 就连手下的士兵也逐渐不满 孙大海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张大麻子的士兵受小鬼子的命令 抓捕老弱妇如 孙大海看不下去连忙制止 梁子叫你放箭 我他梁子就不放 是不是就一枪毙了你 咋子你还敢开枪 看我敢不敢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 多门三郎及时赶到 阻止了这场冲突 还假模假样的放走了小女孩 孙大海本以为自己如愿以偿 可没想到心狠手辣的多门三狗击杀了小女孩 孙大海下定了决心 于是孤身潜入日本领事馆 想要击杀清水 正当他准备出手的时候 却被小鬼子发现 好在孙大海也是胡子出身 依靠敏捷的伸手迅速逃了出去 可鬼子也在后面紧跟着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老马给碰了 开枪 看了那么回事 是 这边是个领事馆 孙大海忘乱没醒到 自己甩掉小鬼子后 又被海山给抓住了 老马这边也和日军撞了个阵力 面对我军这强大的气势 小鬼子只能转身离开 然后老马回到办公处 开始审问孙大海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老马用枪抵住孙大海的脑门 对方都丝毫不怕 老马哈哈笑道 胡子翻江海 果然名不许传呢 我就是想试试你的胆量 放给他 却没想到孙大海解释道 他这次来就是要投靠马战山的 只是沿途顺手杀了几个鬼子解气 刚好老马正是用人之计 于是开门见山表明了身份 我就是马战山 不认字 这上面都写着的 孙大海得知眼前的人 就是自己想投靠的马战山 连忙跪了下来 因为还在他当胡子的时候 就很崇拜咱老马 如今能在老马手下当兵 那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马主席 还有一帮陆林兄弟 可以拉过来一同抗日 好 你去给我招兵 你招多少人 我让你当多大的官 老马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有这么好的事 他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第二天 日本领事清水前来待见老马 还专门骑了一匹马来 一阵纸丧骂怀 这挑衅的意思在明显不过 一旁的双喜连忙对道 他跟人就走人道 跟着畜生就走畜人道 清水瞬间被对得哑口无言 然后走进听那项老马讨要说法 可他没想到 咱老马根本不和他掰着 说误床领事馆的是个罪鬼 并不存在什么行刺问题 还指责小鬼子不要浪费电 清水瞬间来气了 说老马在无理取闹 老马听了更来劲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领事馆的士兵 拿着枪满大街追人 干什么呢 你们配枪 只能在领事馆之内 清水没想到老马的嘴上功夫 竟然如此了 自己又偏偏输不赢 只能在原地气得咬牙切齿 还被老马劈头在脸的乱骂以后 清水很不服气 要向你上风报告 远告告去 你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告告 清水硬是被老马说得没脾气 最后还被老马直接打了出去 可就在骑上马准备离开的时候 双喜故意拍了拍马 马受惊吓直接把清水掀翻在地 双喜和海山立马仿刺道 人家清水现在在训書 恼羞成怒的清水只好灰溜溜地走人 孙大海快马加便跑到山寨 想为老马招兵买马 却被姐姐的手下直接抓了起来 还被黑布蒙上了头 而土匪大当家红姐一听是官府派来的行事 想都没想就要把孙大海拉出去枪毙 拉出去 毙了 孙大海连忙表明身份 好在红姐也听出了这熟悉的声音 于是上前一把摘掉头罩 眼前人正是自己的兄弟孙大海 红姐瞬间乐开了花 而孙大海也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可红姐一听是要去投靠东北军 瞬间不乐意了 因为在她眼中 官府的人拿着国家的军饷 吃着老百姓的粮却无所作为 甚至把辽籍粮省拱手相让 孙大海连忙解释说 他们要投靠的可是马战山 是一个真正抗日的硬汉子 孙大海也不着急 客观地叙述现在的局势 红姐对孙大海是百分百的信任 但这件事她还要从长记忆 两人阔别数年 这回再次相见自然有很多话要说 孙大海还一个劲劝说红姐投靠咱老马 可就在这时 土匪二当家却闯了进来 想用武力威胁孙大海滚出山寨 红姐气得火冒三丈 就让他们滚出去 孙大 现在就给我们滚 我这不欢迎你 我说话不好使了是不是 大长教长 我不是针对你啊 这小子是拉兄弟们去纵死啊 我说 我说话不好使了是不是 出去 眼看红姐一心向着孙大海 加上自己与官兵有仇 二当家下令绑了孙大海和红姐 可这两人也不是吃醋 拿上枪就是一阵突突 很快就把这群叛徒击杀 另外的手下也急忙冲进来保护红姐 红姐说道 很后悔没有早定拿下主意 并让小弟们好好追随孙大海 说着就倒了下去 原来在刚才的火婴中 红姐已经身中树弹 现在终于撑不下去了 大海 你在我心里 是真正的一样 真正的英雄 在临死之际 红姐表达了自己对大海的爱慕之情 还没说完就含泪而终 孙大海为红姐的死感到十分的伤心和自责 与此同时 黑龙会收到土肥猿的命令 决定再次对老马实行刺杀行动 于是派出手下日夜监视老马行踪 可老马出行随时都有卫队跟随 省政府厅的防卫更是固若金汤 小鬼子根本没有动手的机会 得知老马出城去军营后 黑木决定在回城的必经之路 摆下炸弹 而且自己还要亲自动手 他知道这次行动冒了很大的风险 稍不注意就会暴露自己 所以在行动之前 黑木拜托何子将自己的女儿送回日本 而另一边 清水二人又因为逃亡铁路的事 找到老马 清水进来后直接拿出一份信件 交给老马的下属 上面写着逃亡铁路是借款修筑 目前哈尔格江大桥桥梁被毁 小鬼子要求满铁工人立马修复嫩江大桥 老马听了瞬间火冒三丈 一阵嘴炮潮小鬼子喷了过去 可清水还在不停诡辩 说老马的做法不符合法制程序 这句话可把清水对得哑口无言 可他并不肯善罢干凶 还死咬着铁路的事不放手 咱老马更狠 直接拒绝谈论这件事 就在场面一度僵持的时候 清水一旁的鬼子借口说想去厕所 老马直接一里惊人 然后海山就把鬼子带到了厕所 可鬼子的举动却惊掉了下巴 他进了厕所后 非但没有方便 而是捡起了地上的厕纸 不知道是他的癖好 还是想从纸上得到些信息 就在他饱餐一顿走出厕所后 海山立马说道 眼看小鬼子继续装糊涂 海山直接拿出一张纸递给小鬼子 小鬼子的算盘打得真好 他们声称要出500万能金 送老马出国去考察 还想让汉奸张大麻子 接任黑龙江省的主席 咱老马拿砍了 你这意思是要把我这官给我撸了是不是 我这个省主席 是国民政府任命的 你说让我出去考察 我去考察去 我听你的 我可以代表日本政府 你代表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是干啥的 你管我的事啊 清水也被老马说得来的脾气 只说张大麻子好歹也是咱老马的前辈 让他来当主席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老马听了气的火冒三丈 可鬼子还火烧焦油荡 说他们不想干涉老马的事 但凡事都要靠实力说话 一个小黄皮就敢在这里撒野 老马彻底坐不住了 我跟你说 我马战山见你 是给你们面子 我是一个讲理的人 如果你们不讲理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松炕 赶走小鬼子 老马立马赶到军场巡视新兵 谁知刚一下车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自从老马批准海兰等爱国学生参军入伍后 省内的学生就像炸开了锅一样 纷纷踊跃报名参军 老马心里十分高兴 于是来到学生兵的面前 肯定了他们的参军行为 因为现在正是抗日的关键时刻 所以老马摘下军帽给学生们鞠了个躬 海兰见状说道 老马看到学生兵们精神抖擞 心中十分满意 可他看到刚招募的新兵弹子时 一眼就发现这些兵军容不整 更没有一点精气神 老马为此感到非常担忧 因为他手里的精锐部队 都已经调动到前线的各个咽喉部位 目前能调动的机动部队 就是这群新兵 所以老马一脸的不满 然后又是一阵嘴炮 对这帮新兵弹子进行了训话 为了鼓舞他们积极抗日和更好的训练 老马还下令把卫队留下来陪同练习 虽然谢科百般劝说 可老马还是不顾自身安危 坚持自己的决定 而老马也万万没想到 正是他的这个决定 反而救了他一命 注意看 老马即将与此神擦肩而过 此时埋伏在角落的杀手 黑木正准备用炸弹炸死老马 就在老马出城巡视新兵的期间 他成功将炸弹安置在老马围城的路上 只要老马的车队经过 他就按下遥控引爆炸弹 可就在他准备行动的时候 却发现马站山的车后 只跟了一个卫兵 做事谨慎的黑木一下子犹豫了 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老马的车队走了过去 这让和子十分不解 黑木连忙解释说 马站山一向狡猾 出行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招摇过市 所以很有可能马站山不在车上 为了不打草惊蛇 所以他没有动手 黑木万万没想到 他已经错过了暗杀老马的绝佳机会 与此同时 车内的谢科却是一阵心慌 没有卫兵的保护 他总感觉不踏实 可老马却十分淡定 说这样大摇大摆地回城 小鬼子一定觉得其中有诈 断不会相信车内的人是他自己 就这一手漂亮的空城祭 让老马成功逃过一劫 在赶回省政府厅后 老马立刻下令把城内所有的药商抓起来 因为上次张大麻子派人刺杀他 凶手使用的武器有明显的药味 这让老马不得不怀疑 这中间有人和张海鹏暗中勾结 而这些要老板都一个劲地摇头 老马见状直接搬出 从同乐药店搜出来的箱子 老板一眼认出这是自己的箱子 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居然放了一箱子的枪支 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老马直接下令枪毙了这老板 接着对其他老板旁敲侧击 老板们纷纷表示绝不会勾结小鬼子 还要捐款共同抗日 一旁的谢科对老马佩服的五体投帝 几杀一仅百 又让老板圈看到了比抗日的决心 一见 然后老马放走了剩余的人 此时江桥前线总指挥徐静北 回到了七七哈 老马立刻组织召开了军事会议 徐静北称前线已经准备就讯 随时都可以向小鬼子发起进攻 可军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加上上一任主席在飞龙江经营多年 他的救护势力十分顽固 所以老马决定给他们一个下马位 命令省政府接管铁路 仓库 城内治安 警务 实施临时管制 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要是把权力全都接受过来 那万国斌邹玉廷就成了光管司令了 那给邹玉廷等人来个下马位 老马下令接管了城内治安和警务等都多管理权 然后谢科通过电话告知了万国斌这件事 可赵中人却鬼心眼多 谢科说这件事涉及到治安 需要邹玉廷先签字才行 这下又把难题给到了谢科 于是谢科只好带着徐静北来到警察署 却遭到了邹玉廷手下的阻拦 徐静北可没那么好的脾气 一巴掌直接呼了过去 然后走进了警察署 这时邹玉廷还在电话这头一个劲的 怂恿万国斌对抗马战山 丝毫没察觉到谢科等人来到了屋内 而他说的话早就被别人听得一清二楚 直到挂断电话装作为难的样子 不愿意签字 咱徐静北怎么能忍 直接掏枪威胁 成功逼迫邹玉廷签了字 与此同时 黑幕得知刺杀当天车上坐着的就是老马 顿时大发雷霆 这么好的机会被自己白白葬送 他再怎么冷静也冷静不下来 于是准备再次发起刺杀行动 而刺杀对象老马看到邹玉廷的签字 却是很惊讶 我原来以为万国斌这小子挺俗 没想到第一个签字的是邹玉廷这个墙头草 我老徐这巴掌还没打呢 这老小子立马就怂了 老马知道万国斌躲着不签字后 决定主动出击上门抓人 而此时万国斌正与赵中仁刚打完麻将 正往赵中仁的家里赶去 他们乱乱没想到 老马早就设下少侠等候他们 很快他们的车就被士兵拦了下来 士兵还交代这是谢科的命令 这三分长是军 万局长是民 他的命令 好像管不着你吧 我现在就要他们过 我终于就感谢了 就这样 万国斌在赵中仁的怂恿下强行突破哨卡 还以为自己多大的威风 却不知道老马已经在前方等他们上钩了 又在昨晚 飞龙会的杀手劫持了老马的车 准备击杀老马以绝后患 可发现车上居然坐着的是万国斌 就当鬼子准备挟持万国斌为人质的时候 老马等人及时赶到 一枪击中了飞木的手臂 尽管老马的卫队眨眼的功夫就解决了其余杀手 可还是慢了黑木一步 他直接抓住万国斌威胁咱老马 咱老马却是一高人歹大 直接表示用自己交换人质 接着就走向了黑木 这时在场的人都凭住了呼吸 黑木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 不仅以失败告终 就连自己也搭上了性命 而他身为一名杀手 在老马的面前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老马救了万国斌的小命 万国斌立马说道 王主席 谢谢你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你不是说 中日要和好 或打仗 哎 你看看 他要杀你 这局不能和解 跟小日本必须干 那就对了 日本人是出不上 活出不上 真是 也多亏了小鬼子的这次刺杀 让一直支持中日和解的万国斌彻底改变了主意 积极投入到抗日之中 第二天一大早 老马就把昨晚杀手的尸体抬到了日本领事馆前 把你们清水领事我抓出来 清水得知后立马出来 掀开白布一看 瞬间认出了这是他们的队友黑木 黑木鸡 双方瞬间剑拨弩张 老马开门见山的说道 可没想到小鬼子如此嚣张 不仅没给出任何解释 还倒打一耙诬陷老马杀害日本侨民 并威胁老马这件事不会上 等到老马向他们投降的时候 老马背了这么多命案可不好交代 小鬼子这时还妄想着老马投降 可咱老马根本不扭他们 撂下狠话直接潇洒离去 而小鬼子也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 指使张大麻就向江桥发起了第二次挺功 而老马早就撂到了这一步 于是和谢克一起立马赶往江桥前线 老马带着鬼子杀手的尸体 上门向清水讨要说法 并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顿 清水气的原地爆炸 立马致电本庄繁汇报了情况 发誓要给老马吃点苦头 可咱老马早就让士兵们提前挖好战壕 埋下地雷 就是为了让鬼子有来无回 此时郑良辰正在巡视江桥前线的布防 一旁的孙大将和许三想却开始嘚瑟起来 郑良辰连忙告诫他们 断不能轻视小鬼子的实力 也正是因为他清楚这一眼 所以郑良辰在阵地上做了精力的部署 随后老马和谢柯也来到前线视察 这阵地说得好啊 红墙铁壁啊 够日本人喝油了 这小鬼子真要找死啊 那就让他们来试试 为了防备小鬼子偷袭 不能单靠阵前的地雷阵 于是老马传授了一个实用的方法 那就是在树林里用鱼线挂上马铃铛 只有有人从那里听过 铃铛就会发出声音 而就在这时 孙大海却带着一帮陆林兄弟跑了回来 多门三狗看到这群人 正迅速靠近马战山的大营 于是立马放了一枪 张大麻子瞬间急了 孙大海等人只好不复前进 张大麻子眼看到嘴的肥肉要飞了 立马下令疯狂射击 很快孙大海就带着兄弟们到了老马的大营 这回却轮到许三响和郑良辰猛了 这边多门三狗眼看大事不好 立马让张大麻子乘胜追击 绝不能让这帮人逃出他们的火力范围 可张大麻子却打起了退堂 老马这边听到了动静 也立马来到镇底 通过望远镜紧接着说道 很快许三响就带着士兵们来到了雷区 拦下了孙大海等人 连忙询问他们为何来到这里 与许三响最好暗号之后 就成功来到了老马面前 老马眼看孙大海果然说到做到 为自己拉来的人马 原来是你想啊 果然拉杆子回来了 不过 我的士兵 必须经过训练才能够上战场 你跟我回到龙江 让这些人训练几天 然后再去打鬼子 全对马主席吩咐 全对马主席吩咐 老马心里面叫一个美滋滋 可另一边 多门三狗却气得火冒三丈 因为张大麻子放走了孙大海等人 于是立马上前质问他的行为 而张大麻子却找来各种理由推卸责任 说害怕是马战山的伏兵 加上没有收到军部给出的进攻指令 所以才没有出手 多门三狗气得直接致电军部请战 等庄凡收到电报后 立马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咱老马坚决的抗日态度 已经让他忍不下去 于是他决定发起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好敲打一下咱老马 更过分的是 小鬼子公然反对国联决议 非但没有从中国东北撤军 反而一意孤行更加肆无地带 清水想用外交召会迷惑咱老马 他们以修复嫩江大桥为由 要求中日双方后撤十公里 可咱老马一下子就识破了小鬼子的阴谋 他让国民政府要全力以赴备战 防范小鬼子偷袭 日本人说是撤军 其实那花花肠子更苦 日本人想麻痹咱们 让咱们后撤 然后再杀一个鬼马枪 那咱们就不能撤 于是老马下令让阵地向前推进 形成左右两翼 这样打起仗来对我方有利 而他得知军饷问题解决后 也是十分欣慰 这样就可以继续招兵买马了 可得知赵中仁和邹玉婷 没有任何表示后 老马决定先下守围墙 这边狡猾的赵中仁 看到民众抗日情绪高涨 立马让管家让自己的饭店 蒸摆实体包子送往前线 开仓房粮 啊 啊个屁 把那些真芝麻烂骨子 发了没的粮食 都发了放了 这副机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丑恶嘴脸 真是难看 可没想到邹玉婷抠门到家了 拿了两项烂衣服 和一个烟咸菜的罐 就巴巴地跑到老马面前捐献 老马气得火冒三丈 直接扒了邹玉婷的军大衣 紧接着一顿臭骂让他滚蛋了 小鬼子为了挑起军事事端 多门三狗直接派军挺进 嫩江桥南岸 不仅如此 小鬼子还恶人先告状 说是我方士兵在挑衅 老马瞬间来气了 可小鬼子嚣张得无法无天 强硬要求老马停止一切行动 还不能干涉逃亡铁路的所有事 老马这暴雨脾气怎么能忍 直接开队 你回去告诉本庄凡司令 我们中国的铁路非让你来管 至于你们条犯里说 两国军队各撤实力地 咱免开 这是中国的土地跟你没关系 松哥 小鬼子气得咬牙切齿 可也不得不认栽离开 然后老马立刻组织召开军事会议 老马详细分析了敌我兵力的状况 多门三狗已经集结了一万多人 驻扎在淘南 除此之外 还有重炮连队 骑兵连队和装甲连队等等 正向嫩江前线逼近 而我方的兵力却不足一万人 驻守在前线的士兵更是不到四千人 我方处于绝对的劣势 这样一旦开战肯定凶险万分 可谢科却不以为然 我军确实不可以 但是时局要求我们必须一战 否则的话作为军人 我们将无颜面对家乡的父老 所以 嫩江之兵必有一者血战 而且东北军已经修筑好了防御攻势 民众的抗日士气也十分高涨 我军将是上上下下都想打退小魂 所以两军开战 我军未必不失败 而这时七日派照中人又站出来表示主 说战争一旦爆发 遭殃的只会是百姓 这狗汉奸属实把这副臭嘴脸掩活了 旁边的喂狗子忍无可忍 你要是跪在地上 给日本人磕十八个响头 把他请到家里给你当爹 他就会笑笑听听的让你过日子吗 你以为 你真的当了日本人的孝子前孙 从此你就会贫布清云 吃香得喝辣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持心妄想 赵中人被骂得狗血淋头 刚准备开喷 却被一旁的万国兵及时打入 他认为这种会议没必要召开 既然老马作为黑龙江省的主席 那老马一个人定夺就行了 还表示自己会全力支持老马的决定 并做好后勤的各项工作 兵方所有的要求 我一定设法 马主席 之前国兵夺的过程 敢从今往后 我与马主席一党 这也就表明他和赵中人划清了界限 老马心里美得很啊 可就在这时 前线突然发来几遍 小鬼子突动了几架飞机开始侦查 两军也在前线开始对峙 还无理要求进入阵地修护嫩江大桥 老马立马约见日本领事清水 清水口出狂言 宣称这次战役日军必胜 劝说马站山让出主席的职位 并再次提出拿五百万收买咱老马 老马这个人精 已退为进洋装妥协 让清水先给钱 哦 这一下啊 你们可能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样 你先给我五十万 五十万 嗯 我知道马主席 想要五十万干什么 我买枪泡揍你们 清水一听立马黑脸 马站山这样当面羞辱 气得他火冒三丈 马站山 你打仗地坏了 关东军 人来得太久了 你要小心 清水万万没想到 马站山不仅没妥协 自己还被狠狠羞辱了一番 接下气的日方有了进一步行动 小鬼子直接出动了三架飞机 一直盘旋在齐齐哈尔的上空 并不断向下面的街巷撒下传单 造谣说日军本来没有敌 都是因为东北高层伸出事端 才会导致战争的发生 日方希望双方能够和解 条件就是让张海鹏接任黑龙江省的主席 并诬陷咱老马就是贪恋权力地位 还不可和解 老马得知这件事后 直接拉上卫队来到了日本领事馆 拿出传单质问清水 还说要抓走领事馆所有的人 情急之下清水只好一个劲的狡辩 声称都是误会 误会 你们侵占东三省这是误会吗 我告诉你 你们日本飞机再敢轰炸 炸死我们一个人 我就逼你们一个日本人 你炸死一百个 我就逼你们一百个 这番霸气的威胁 吓得清水在原地张大的紫 可小鬼子的阴招可能会麻痹群众 为了不动摇群众的抗日决心 谢科请来吴多校长 希望他能够组织学生们一起 揭穿小鬼子的阴谋 可没想到吴多校长早就有所幸福 已经派出一群学生上街游行 大家都不要相信 他们是在污蔑马主席 大家快撕了他 拿到小日白 突然小日白名偶鬼记 拿到小日白 学生们这边语一诚清谣言 赵忠仁却在深夜走进了日本领事馆 哥 干张胡子 老子笑死你 小豪 大江 你这是干啥呀 他可是你的兵 他是我亲弟弟 孙大江怎么也没想到 会在军场和亲生弟弟重逢 自从孙大海转战到抗日队伍中后 就一直奉老马的命令 在练兵场接受专业训练 而这一切事物都由孙大江负责 这边就是你们新来的教官 连长孙大江 话音刚落 两人就默契地对上演 得知弟弟消失这么多年 竟是去当了胡子 身为哥哥的孙大江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一把揪住弟弟的衣领 把他拽到一旁 孙大海连忙解释 如今自己已经跟着马主席抗日了 可没想到哥哥却不领清 说抗日不是他该干了 老子听好了 咱家有我一个当兵的就够了 赶紧收拾东西 回家伺候老娘 说咱家有我一个就够了呢 你回去 信不信老子今天打断你一条腿 让你当不了兵 哥 我是你弟的 你要打蛇 就打 来啊 你还真打啊 就这样 哥弟俩就在练兵场上演了一出 你追我打的好戏 可就在这时 老马及时赶到军场制止了孙大江 在得知他们的老母 独自在家无人照顾的情况后 就立马下令让孙大海拖下军装回家 那呀 你娘就一个人 你得回去照顾你老娘 马主席 现在都快王国灭主了 还在乎老孙娘的主啊 一旁的孙大江听了很不适滋味 可不管老马和哥哥怎样好说胆说 孙大海都能铁了心要留下来打小鬼子 事到如今老马只好改劝孙大江回家 可孙大海都留了下来 大江担心弟弟的安危 更不能回家 无奈之下老马只好同一两个人都留了下来 转眼到了深夜 老马来祭奠抗日的先烈 独自诉说自己现如今的艰难处境 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此时赶到的谢客说道 一旁的吴夺校长也说在这危难至极 老马全力守护黑龙江 是老百姓的福气 听了两人的话 老马瞬间恍然大悟 又看了看寿山将军的石碑 就直接站起带上了军帽 老百姓们赶忙把贡品献上 老马趁热打铁地说道 立刻给南京国民政府 北平张富司令行营 全国各省市发出通电 我马战山决心抗击日寇 不惜牺牲 尽守土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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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27日 马战山赶为天下先 誓言打响抗日第一枪 在全国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如此危难关头 老马扛起了抗越救国的重担 不久后就得到 全国上下的鼎力支持 这番高调的行动 也惹怒了日军高层 可小鬼子还顾忌到苏联的压力 所以还不敢贸然出手 于是本庄反命令 张大麻子先去试试试 反给他们配置了更好的装备 张大麻子受到电报后 迟迟不肯进攻 却被多门三狗 持枪威胁进攻任江大桥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好在咱老马从不打 没准备的战役 日本人的傀儡张大麻子 准备进攻了 虽然国民政府 现在仍没有明确的指令 但是 作为黑省的最高军事长官 我决心 局省欲碎 如果张大麻子赶来尽快 逼讨伐制 就这样 张大麻子被小鬼子逼得权限出击 与老马率领的东北军之间的战争彻底爆发 因为得到小鬼子的装备补起 所以张大麻子一开始还处于上风 可东北军一身傲骨 硬生生把局势给扭转了回来 直接打碎了多门三狗三天占领黑龙江的美貌 不仅如此 张大麻子的兵力伤亡惨重 还阵亡了一名先锋团团长 暂时失去了进攻主导权 多门三狗气的暴跳如雷 直接来到前线质问张大麻子 张司令 这就是你部队的战斗力 那我呀 我现在给你提供 给我做最后的反击 还打了 而另一边老马料事如神 猜到张大麻子还有余力一战 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决定撤下前方的精英部队 换上学生兵让他们好好历练一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学生兵们已经找上门 嚷嚷着要上前线 这可正宗咱老马的下怀 于是就让双喜担任学生兵的队长 确保学生们能够安全地参加战斗学习 却没想到张大麻子组建了一支赶死队 进攻对象就是换防学生兵的前线 而为了鼓舞士气 他又开始一场由枪划掉的表演 日本人的枪在咱屁股处着的 让他不玩命 你是死 只有拼命 觉得想要啥有啥 这就是当汉奸的悲催命运 张大麻子原本是一方军阀 现如今只是小鬼子身边的一条哈巴 他对小鬼子低声下棋 而他手下的兵更是一群窝囊匪 仅仅和东北军交手体伺候 就下成了耸包 丧失了斗志 可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小鬼子的枪就在他们屁股后面处着 无奈之下 张大麻子只有用美女和钞票用 声称只要攻下江桥 这些东西都会拥有 而另一边 老马已经把省皇兵和学生兵紧急调往前线 可就在这紧锣密鼓的抗日过程中 孙大将孙大海两兄弟却被独独留在了军营 哥 连那帮娃娃兵都去了 就留我一人 这也太瞧不起我了 原来是考虑到他们的母亲没有招务 所以老马不让他们兄弟俩一同上战场 于是孙大将向弟弟交代一番后 就准备赶往前线 孙大海心中很不适滋味 立马双膝跪地说道 孙大将此时也想起母亲曾教导她 想着母亲如此声明大意 加上自己也被弟弟的抗日决心出动 最终孙大将还是答应了弟弟的请求 和亲弟弟一同上了战场 而在战场上 张大麻子虽然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更是朝着江条前线进行了多次轰炸 可这帮酒囊犯袋每次发起冲锋 都会被我军击退 一听到枪声就被吓丢了魂 就这样东北军一次次守住了阵地 可老马和谢科分析局势时却认为 虽然大大打压了张大麻子的嚣张气焰 可小鬼子还没有真正出手 所以胜负还难以下结论 就在这时 魏狗子走进来主动请应 而且 快下命令 给俺个一把来人 俺去把张大麻子给你逮回来 我说你小子跟我吹牛呢 你以为你当个胡子的时候砸窑子呢 人家张大麻子有万八千的兵 你说逮就逮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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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